Hi, my name is Kai Wan 我們來聊聊最近發生的事情吧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順利畢業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在等當兵了 那當兵他是寫說 從九月到明年二月這個區間 其實還蠻寬的 就這個區間就是有可能你就要去當兵 但是這個區間有點寬 所以很難去排很多的事情 像是有很多排色 我就是因為這個奇怪的區間 我就是不確定當兵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 我都有把它取消掉了 就只要在這個區間 我就如果有人要找我拍攝 我全部都取消 就是我說我要當兵 我們沒有要拍攝這樣子 所以就很可惜啦 就是有很多很酷的機會 就直接把它拒絕掉 那其實我早就知道當兵 可能會時間不太一定 不好拿捏啦 所以我就在五月還是六月的時候 就有拍一支影片 然後有一個神奇的企劃 就是免費拍攝的企劃 那主要就是想要讓 回饋社會的感覺吧 就是我人免費 完全免費 就是我可以幫你製作 但是 我們現在就要來說一些 有一點失敗的地方 那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就是攝影器材的部分 那如果認識我的話 就知道我的攝影器材 其實是非常非常多 躲到一個炸開來的狀態 那但是我這個免費拍攝的企劃 是我的人 跟我時間 我的心力 我的創意 我全部都可以提供給你 但是沒有包含器材 因為其實器材 需要很多很多的維護 時間跟成本 就是你有損耗啦 就是我沒有辦法一直說 免費幫大家出這些器材 因為其實如果我免費幫大家 就等於我在出錢 幫你拍這個影片的概念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合約有寫 但是也有很多人就可能 不太統一這個想法 就是覺得 我說免費拍攝 那其實就應該 所有東西 連器材都要免費 我也覺得很嚇 但是有些人就是 OK 他覺得 我出器材 OK 他也願意付 我覺得這樣 雙方合作開心 我花我的時間 我精力 我的心血 製作的東西 然後大家都開心 然後我的維護成本 我也就是 我就可以不用擔心 維護成本啦 就是有一些 器材啊 出器材這樣子 的維護成本 就是 很難很難去抓 就是變成 你只能 差不多跟外面出租店 可能再稍微便宜一點 這樣子去租 又或者是出器材 但你沒有辦法 完全免費 完全免費 出器材 就等於 我這邊磨損 這邊撞到 然後那邊 有什麼 要上油啊 然後有一些插頭 然後有一些磨損 反正有太多耗材 就是 你可能看不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辦法說 你損壞這個東西 我要叫你賠錢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那些 就很麻煩 變成我就一定要收 出器材的費用 第二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在免費拍攝之前 沒有想到了 就是拍攝之後 我才遇到的問題 就是 硬碟不夠啊 我的儲存空間不夠 就我有二T二T二T 然後就有很多硬碟 但是儲存幾個專案之後 你的硬碟很快就爆炸了 所以就是沒有估到這個部分 因為平常如果有 錢的專案 就是你有收費的專案 你這個肯定就沒有什麼大問題 因為你可以再去買 更多儲存裝置來存 或是它會提供儲存裝置給你存 或是給你用 但是這裡完全沒有 就變成這個部分就 現在我的硬碟也幾乎都是滿的 第三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有人叫我拍垃圾影片 就是我們的要求跟我們的想要的東西 其實落差還滿大的 就變成我很認真的在幫你想一些很 就是有品質的東西 就我覺得有我水準 有我的品質的東西 就是 至少有一個品質在啦 但是他們要的 其實非常非常 簡單 就是一個工讀生就可以做了 像是拍照 有點像換等品東西 就是非常非常簡單 然後他叫我說 你來製作 就有點像他把我當一個 共讀生在那裡做 然後我就是免費共讀生 超瞎的 就 我一個完整的影片 他叫我再說 我們之前有拍一些照片 要不要穿插在裡面這樣子 超瞎 第四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貪財 就是他們想要把他們的利益最大化 然後把我的利益 就是完全我想要的利益 全部都拿走的概念 就變成我每一次拍攝 我都有給他們一個合約 然後他們就一直改改改改改改改 然後我們完全我的利益 我想要的東西全部都消失 然後他們就說 結果你不簽了 那我們就不要合作吧 然後我們就在那裡修改 很久很久的合約 然後最後 完全沒有要合作 就很瞎 浪費我超多時間的 然後有集組討論 我覺得還滿好笑的 就是變成 討論到後面 角色有點顛倒過來 變成好像是我在求他們說 拜託拜託我們合作好不好 的那種感覺 我免費拍攝不是應該的耶 應該是你要就是找我合作的人 需要有一個很棒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有一個點子 或者是你沒有辦法 沒有這麼多資金 你可以有一個很棒的想法 然後我們一起 把這個東西實現出來的那種想法 當初這個企劃是這樣想的啊 但是變成後面有幾組 彈到後面就變成 顛倒了 變成我在求他們 我整個問號 那剛剛講的這些問題 都是我已經遇到的問題 但是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呢 我們先要把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儲存空間的這個問題先解決 我們要先把大部分的影片剪完 再說 因為沒有儲存空間 我們在拍再多的影片要幹什麼 沒有地方存啊 那也有很多優點 就是因為執行完這個免費拍攝企劃 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優點 像是認識一些很棒的人啊 就是個性很合 然後說話很好 然後就是反正合作起來就是開開心心這樣子啦 然後我們也有拍攝到一些意想不到的 就是平常沒有辦法接觸到的活動啊 或者是拍攝專案 我覺得也還蠻棒的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已經 就是沒有停留在免費拍攝企劃這個階段 就停了 我們也有在更 就是已經敲好 就是未來我們合作的階段 就變成 就是已經搞到未來去了啦 就是我們已經有更多的合作 有未來的執行的可能 我覺得這些都是意想不到的收穫喔 OK 如果你現在還在看這個影片呢 應該是老觀眾吧 如果是新觀眾也就是 Welcome 歡迎 但如果是老觀眾的話 你就會知道 其實我的YouTube頻道已經快要一個月沒有更新了 那我們需要先緩緩我們這個免費拍攝的製作 因為需要先把影片剪完嘛 然後呢我想要再就是在 我應該會回來喔 我就會再持續更新我們的YouTube頻道 因為其實我也想大家 我覺得這樣子的互動其實很好 就是我講一些東西 然後下面有人留言 然後我可以回饋一些東西 可能是你有問題啊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交流這樣子 就是不單純只是單方面的分享 其實有雙方的溝通跟交流 其實我覺得還蠻讚的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的 這一個王建凱的頻道 我想要做一些改變 那我想把它變得更 就是有大家更多互動了 所以我想法是 每個禮拜都開一下直播 不管是你想要問 就是單純的Q&A 你想要問我個人的事情 其實就沒有包袱 開心的問就是 不管是攝影器材啊 你想要深入的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叫我做什麼影片 就是關於攝影的影片之類 或者是你想要解答 反正你就問就是有這個直播Q&A 我想要每週認真的執行幾週啦 因為我要去當兵了 我也沒有辦法 反正就玩完幾週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還有就是我的開Studio 跟開影像工作室這幾個字 其實我已經雙標註冊完成了 這個是值得 所以未來如果有一些比較深入的 可能我覺得對大部分觀眾 沒有什麼興趣 或者是比較深入的太深入 就是可能大家也看不懂的影片 我就會丟到另外一個頻道 叫做開影像工作室 現在應該只有一個人訂閱而已吧 因為其實上面也沒有什麼影片 但是我也會放在下方連結啦 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其實我有很多很多副頻道 也不算副頻道 就是不同主題的頻道 那像是我這一個月消失 不單純只是因為就是免費拍攝企劃 執行得很忙 就是時間塞得很慢 其實有很大一個原因 就是我一直在瘋狂玩一個東西 叫做FPV 穿越機的部分 如果有興趣也可以去看一下那個頻道 那個頻道裡面塞滿全部都是FPV的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頻道 就是Non-Edit 之前五剪輯頻道啦 就是之前有創一個 但是被YouTube砍掉 現在又有多一個 然後它就變成就是單純 全部都是五剪輯的影片專案啊 或者是一些分享的影片 我覺得還滿好玩的 就是有幾個影片還滿成功的 就變成就是無私的分享 那觀眾也會收到這些訊息 就是會反饋給你啊 就是不是單純的拍一些垃圾沒有用的影片這樣子 就是有付出才有收穫 就是 No pain no gain 那今天的分享差不多就到這裡啊 反正你如果對剛剛我講的那些 副頻道那些其他主題的頻道有興趣 我就會放在下方連結 你就去看一下吧 不強迫 我們是很free的 OK 然後還有每週的直播 如果有問題 有想要跟我聊天 或是有要交流 你想要問我什麼東西的 都歡迎在直播 我們再問一下大家 到底什麼時候方便直播啦 反正就是每週直播 記得來跟我聊天 Yup My name is Kai I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